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我九死一生 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第三十个学生 刘燕是一名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顺利地签约了一所中学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学教师 而且他实习的时候来过这所中学 名字叫红旗中学 听名字就觉得是根正苗红的 肯定是一所不错的有历史的 值得他付出青春和努力的中学 不过网上对这所中学褒贬不一 还有人爆料这所中学曾经死过人 而且原因竟然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 给学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在周六周日补课 剥夺了学生的课余时间 不征求学生意见 就强行购买教父材料 这就直接造成了学生的不满 老师教育又主张压制学生 间接引起了学生自杀的事情 刘燕在网上刷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心里吓了一跳 他是打定了主意要做一个新式老师 要和学生们有最融洽的师生关系 刘燕觉得自己比这群学生大不了几岁 所以他肯定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 婉言拒绝了年级领导带他到教室的建议 说要自己以一个年轻的姿态出现 不过刘燕显得太乐观了 他刚到教室就觉得自己打脸了 教室很大 却空空的 整整齐齐的放着五排六张的桌子 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三十个人一个班 一个人也没少 所有人都低着头 桌子上放着许多的书 高高的雷起来 就像是一个坚固的堡垒 没有人可以攻破 即使是他们知道 今天会有一位新老师要来 也依旧低着头 做自己的事情 红旗中学升学率高 很大原因就是得益于小班教学 三十个人的小班 不仅教学质量高了 一旦有一个学生不对劲 老师就能立刻发现 刘燕想到这儿 只能够安慰自己 三十个学生 他难道不能够活跃气氛吗 于是他走上了讲台 为了讲课特地买的高跟鞋 踏出来声音 就算是这样 抬起头的学生也不多 大部分学生也在埋头 不知道是在写作业还是干什么 刘燕放下手中的书 拍拍手说 同学们 大家好 请大家抬起头来看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刘燕 以后就是你们的新班主任了 刘燕的话还没说完 大部分学生又把头低了下去 同学们 可以全部站起来吗 刘燕只能够使出杀手锏了吗 椅子和地板的摩擦 滋啦滋啦的声音 非常的刺耳 但是幸好 全班同学都站起来了 不对 刘燕发现在一个角落里 还有一个男生坐着不动 而且也不抬头 好像刚才没有看到他 似乎是因为他没有抬头的原因吧 既然如此也不能怎么样了 刘燕心想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个男生可能需要自己慢慢对付 刘燕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回头对着站着的学生说 我是一个开明的老师 希望有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 第一节课老师就提一个要求 大家上课一定要踊跃举手回答问题 好不好 学生们似乎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老师 以前的老师第一堂课就是下马威 于是一些同学带头说好 剩下的同学也附和着 整个班的气氛开始有了改变 刘燕觉得果真是万事开头难 一开始这个班的学生格外沉默 不管老师在讲台上多么生情并茂 他们都沉默着 只顾着写笔记 过了一段时间 有人开始回答问题了 越来越多的人举手抢着回答了 让刘燕最头疼的 还是第一天那个一直低着头的学生 他早上好像来得最早 晚上走得最晚 上课从来都不抬头 一直在写自己的东西 这一天 刘燕趁着放学 直升都打扫了卫生离开了 来到了教室 他发现那个男生还低着头 在写自己的东西 刘燕觉得奇怪了 来到这个班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生抬头 甚至没有听别人提起过这个男生 也没有人和他玩 刘燕刚想推门进去 这时候一个女生拦住了他 刘燕记得这女生叫蝴蝶 是班里很安静的一个女生 不犯事儿但也不积极 蝴蝶第一次主动开口 跟刘燕说话 老师 你不要过去 不要让他知道你看得到他 好不好 刘燕听到这话 觉得一头雾水 问 为什么 蝴蝶拦在他的面前 说出了更加让人难以理解的话 老师 你没发现大家都看不到他吗 以前只有我看得到他 现在还有你 刘燕太震惊了 他颤抖地问 他叫什么名字 蝴蝶好像猜到了刘燕会这么问 回答 他叫刘宗勇 刘燕记得这个名字 他在办公室里整理学生档案的时候 看到过这个名字 当时档案里记录的内容是 因为学习压力过大 跳楼自杀 当场身亡 刘燕根本不相信 这个一直在教室里低着头的人 就是死去的刘宗勇 太不可思议了 蝴蝶说 老师 明天你可以问问其他同学 问问大家看不看得到他 第二天 刘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上完课后 看似无意间地问了一句 我们班有多少人呢 二十九 二十九 从一开始的犹豫 到越来越多人坚定地告诉他 班里只有二十九个人 这么说 他看到的第三十个人 就是刘宗勇吗 蝴蝶看向刘燕 那眼神就好像在说 这下你相信了吧 我可没骗你啊 这天放学 刘燕没有走 他一直躲在办公室里 思考着该怎么办 蝴蝶走进来 抬起头问他 老师 你可不可以帮帮他 刘燕反问 你希望我怎么帮 蝴蝶说 他以前很希望得到班主任的认可 因为一次没考好 所以他 现在 那个班主任也走了 所以 我明白了 刘燕大意凛然地走在前面 这是刘燕长这么大 第一次鼓起勇气 面对一个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他走到了那张空桌子前 轻轻地喊 刘曾勇 刘曾勇 男生停住了一直在写的动作 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看到刘燕的脸 他一脸茫然 他似乎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了 只觉得自己应该学习 不停地学习 拿到好成绩 那是一张苍白的脸 嘴唇发紫 没有呼吸 好孩子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你应该休息了 老师很欣慰 刘燕拉住了那冰冷的手 那不属于杨简的手 他现在作为一个老师 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不管眼前这个男孩是人是鬼 都是他的学生 好孩子 走吧 解脱吧 刘总勇笑了 依旧是苍白的脸 他一点点的变淡 最后消失不见 不过刘燕知道 他只是去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 听的朋友 第三十个学生 不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您的点赞收藏评论 同时也感谢您的打赏 我是莫梅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